女孩本是帝国尊贵的皇女 可母亲却是她为低贱的垃圾 不仅一直殴打虐待 甚至一刀要了她的面 只因皇女拥有一头乌黑的金发和湛蓝的眼睛 明明是庞系皇帝的后代却拥有正统嫡系的特征 这让身为皇帝宠妃的母亲对她极度嫌弃 只宠爱她同样拥有红发红毛的双胞胎哥哥 小皇女不明白为什么妈妈这么讨厌她 甚至连皇帝父亲也从未来看过她 因为渴求父母的爱 小皇女一直卑微度日谨慎小心 亲手用利刃刺穿身体 卢亚娜从噩梦中惊醒 还没等她清醒过来就被一旁的侍女呵斥 叫你半天你都不行 今天是路易斯皇子的生日 不想被莉莉亚夫人教训就老实待着 说完帅门而出 卢亚娜看着房间的布置只觉得熟悉 看着自己稚嫩的小手 她意识到现在自己只有八岁 那她刚才所经历的漫长的十年 其实是梦吗 这时突然出现一种奇怪的记事感 好像母亲会突然闯进门 怒斥她碰坏了哥哥的生日蛋糕 事实也如她预料的那样 幼小的身躯被母亲拉扯着 还罚她十天不许吃饭 可这件事她在梦里梦到过 其实是侍女弄坏了蛋糕 却嫁祸到她的头上 一瞬间卢亚娜毛骨总难 难道那个梦其实是预言吗 那梦的最后她惨死 在母亲手中也会发生吗 想到这她害怕到走 却被母亲一耳光扇在脸上 女人趾高气昂地看着女孩 你只有老老实实的 我才会爱你不是吗 转身离去将女孩反锁在房间 在被囚禁的几天时间里 卢亚娜把那漫长的梦境 重新回忆了一遍 虽然细节已经模糊不清 但是大致情节都惊人地相似 同时她也找到了母亲 一直厌恶她的原因 只因她的金发碧眼 与母亲毫不相似 甚至也不像父亲 反而和拥有正统血脉的皇后一模一样 但由于封建思想皇位 传男不传女的规定 当今皇后虽为正统血脉的继承人 也只能嫁给庞系的皇族 以生下皇太子这一方式延续后代 卢亚娜突然寻到一线生机 如果那真的是预言梦 要想摆脱最后的死亡结局 只有一个人能救她 那就是皇后 她要去找她 明明是嫔妃所生的孩子 却拥有着正统皇后才有的血脉特征 金发蓝眸的小皇女因此遭到母亲的厌恶 甚至在她18岁生日那天 被自己的母亲亲手了结了性命 梦到自己未来的卢亚娜决定自救 她要去找身为正统继承人的皇后 自己的金发蓝眸就是最好的证明 曾经被母亲厌恶至极的容貌 居然成了活下去的保命王牌 她拼命拍打锁住的房间门 没想到门却突然打开 摔倒在地的卢亚娜还没喘口气 突然一阵嘈杂的声音传来 为了不让侍女发现自己 卢亚娜集中生智躲在了窗帘后面 自己的发色太过引人注目 贸然跑出去一定会被人发现 她干脆用满是灰尘的窗帘捕住身体 第一次逃出了囚禁她的皇女宫 可小小的她根本不知道皇后宫殿的位置 误入了用绿植做成了迷宫里 闷着头不知走了多久 察觉到隐隐约约的玫瑰香味 卢亚娜吓得愣在原地 这是母亲身上的味道 母亲发现她逃跑了吗 正当她茫然无措的时候 身后一个银发的男孩捂住她的嘴 带着她藏在脚落里 不一会儿母亲就从旁边走了出来 不过她是来找自己的儿子路易斯 明明是双胞胎兄妹 卢亚娜和路易斯的生活简直天差地点 继承了母亲红发红毛的哥哥想尽了宠爱 而卢亚娜却在一次次的殴打辱骂中艰难求生 路易斯我们回去吧 大家都在等你这个主角呢 母亲对待哥哥是那样的温柔宠 这都是卢亚娜从没感受过的 她也好想得到妈妈的爱 女孩越想越委屈 眼泪控制不住的滴落 这倒让身后的引发少年不知所措 抱歉是我吓到你了 她语无伦次的打算解释 女孩却哭得更厉害了 少年强迫女孩与自己对视 轻拍着女孩教她深呼吸 卢亚娜渐渐平静下来 看着少年明朗的笑容 一个画面在脑海中一闪而过 这个人在她的梦里出现 明明是双胞胎 红发红膜的皇子哥哥受尽宠爱 而金发蓝膜的皇女妹妹却活得像的垃圾 在梦里得知未来自己会死于母亲之手 卢亚娜不顾一切地逃出囚禁她的宫殿 却在路上碰见了似曾相识的银发少年 这个人在她的梦里出现 卢亚娜顿时警觉起来 问她和刚刚那两个人是什么关系 少年一脸愁容 原来她是来参加生日派对 却被父母要求和二皇子搞好关系 本想给皇女殿下送完礼物就走 可压根就没见到皇女的人影 少年打量着披着窗帘的女孩 以为她也是不喜欢派对 所以偷跑出来的大想见 卢亚娜问她为什么想见皇女殿下 因为皇后特地邀请了所有的贵族参加 可身为主角的皇女却没有现身 这就很奇怪啊 好歹也要出来接受大家的祝福吧 从没过过生日的卢亚娜这才意识到 今天是哥哥的生日 那同样也是自己的生日啊 想到这他不自觉地说出 今天好像也是我的生日 少年微微一愣 居然这么巧 既然如此 这个礼物就送给你吧 少年静止把一个手镯带在了女孩手上 怕女孩有负担还跟他解释清楚 我父母已经给皇女殿下准备了礼物 这个就当我自己送给你的 反正今天是你生日 就当这原本就是给你准备的礼物吧 祝你生日快乐 看着少年远去的身影 卢亚娜内心十分温暖 其实你的礼物已经送到了主人手上 谢谢你 注意到少年扣子上的嘉辉图案 盾台上面画着一朵小小的花 如果我能再次见到你 我一定会问你的名字 另一边 皇太子路德温此刻非常不爽 属下正劝他去二皇子和小皇女的生日派对上露个脸 就算他在讨厌莉莉亚夫人 那两个孩子也还是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啊 弟弟妹妹 路德温非常的不屑 他极其讨厌那个女人和他的两个孩子 自从那个女人的出现 父亲就沉迷每次荒废朝政 抛弃了自己和母亲整日和他待在一起 让他怎能不恨呢 可属下告诉他 皇女长着金发蓝眸 拥有正统继承人的象征 简直是无稽之谈 皇帝是褐色头发深色的眼睛 和红发红眸的嫔妃怎么可能生出金发蓝眸的孩子 当初就该改掉那迂府的规定 说是女人不能继承皇位 可是现在明明是皇后包揽所有的政务 仅仅因为身为女人就不能当皇帝 真是可笑 路德温下定决心 等到他继位一定改掉这个破法规 这是旁边的草丛里传来意想 两人定睛一看 一个脏兮兮的小孩从草丛里露出头来 为了活命 他决定不再忍受母亲的虐待 可就当他终于逃出了囚禁自己的宫殿 却意外撞见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 皇太子路德温 卢亚那大失所望 怎么会在这里碰见他 以前听侍女说皇太子极其讨厌和自己母亲有关的所有人 那自己岂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路德温一看是个孩子松了一口气 可他为什么有皇家独有的金发蓝末 路德温看向远处莉莉亚的宫殿 难道传闻是真的 莉莉亚的女儿真的有正统血脉特征 男人扶而叹息 他俯身逼近女孩 卢亚那你是在耍我吗 你怎么会在这里 属下亚丹非常诧异 这孩子居然是皇女殿下 他不是应该在庆祝生日吗 可这孩子穿得破烂不堪鞋子也不合脚 还是一副惊恐不安的样子 卢亚那面对皇太子的质问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他鼓起勇气 我想见皇后娘娘 路德温当然不会同意 他态度冷漠直接拒绝 却看见亚丹已经护住了卢亚那 这倒是让路德温莫名其妙 你不是被那个女人算计过吗 为什么要护着她的女儿 亚丹不忍看女孩这副可怜样 突然两人的争执被一阵咕噜声打断 女孩已经快要饿晕了 他强撑着说了一句 我讨厌 母亲就晕倒在亚丹的怀眼 路德温有些不知所措 我没想要吓晕她呀 还是直接把她送回莉莉亚身边吧 她不想和那个女人扯上一点关系 这时亚丹却发现女孩身上的异常 过于瘦弱的身体上遍布伤痕和瘀青 路德温一症 同样是莉莉亚的子女 一个正享受着盛大的生日派对 另一个却惨遭虐待被迫逃跑求生 偏心到如此地步让人无法理解 之前她见到二皇子的时候 因为对方和她母亲一样的红发红毛 所以并没有亲人的感觉 可看着与自己同样的金发蓝毛的小黄女 路德温却不讨厌她了 甚至产生了别样的亲切感 卢亚娜费力睁开双眼 看着抱着自己的皇太子 她要带我去哪里 医生好像发现了一个不得了的秘密 年仅18岁的皇太子 居然有一个5岁的私生女 就在刚刚 皇太子路德温把卢亚娜带回了自己宫里 侍女玛丽亚确认了好几遍 才相信这是嫔妃莉莉亚的女儿 虽然她们都被莉莉亚坑害过 但她对皇女没有丝毫比 毕竟孩子是无辜的 这倒让路德温有些内疚 让那个恶女的孩子出现在你们面前 就已经让她很有负罪感了 可为什么你们都不在意呢 这时医生梅迪克终于感到 经过检查除了身上有很多伤痕外 没有什么大毛 应该只是营养不良而已 营养不良 在皇宫里长大的孩子居然会营养不良 路德温好奇这孩子到底经历了什么 但梅迪克此时更关心这个孩子是谁 他刚刚才发现 这孩子的发色和皇太子一模一样 难道说这是殿下了 路德温被她的眼神盯得发毛 梅迪克安慰她 如果她的体质随皇太子的话 好好调理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路德温无语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旁边的亚丹倒是瞄懂了梅迪克的意思 企图用眼神疯狂暗示 可她依旧自顾自问道 皇后娘娘知道这件事吗 可路德温还没敢和母亲说 每年这个时候母亲都会怀念已经去世的妹妹 要是现在带卢亚娜去见她 肯定会让母亲伤心的 亚丹询问女孩的身体情况 她觉得这孩子比同龄人小很多 是比四五岁的孩子小一点 不过也不用太担心 你说什么呢 这孩子已经八岁了 梅迪克大呼离谱 皇太子殿下 您的孩子已经这么大了 眼见情况失控 亚丹赶紧解释 这是皇太子的妹妹卢亚娜皇女 梅迪克这才反应过来 这孩子是莉莉亚的女儿 不然呢 你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我才多大 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孩子 她怎么看都只有四五岁 我会误会也很正常吗 这倒让路德温很是不解 母亲每年给了莉莉亚 那么多的抚养经费 为什么还能把孩子养成这样 她应该都把钱花在 自己的儿子身上了吧 聘请外国的骑士授课 请学院的教授 甚至是王公的教师来教儿子 却把女儿虐待到营养不良 她现在绝对不能把这孩子送回去 先找个人照顾她吧 玛丽亚积极自荐 让我来吧 可玛丽亚和亚丹 都被那个恶女伤害过 路德温有些愚心不忍 看着同伴们都认可这一安排 她也只好同意了 当众人散去 卢丽亚娜的意识逐渐回笼 感受到身下柔软的触感 她猛然惊醒 这是什么地方 女孩一觉醒来直接哭了 看着陌生豪华的房间 她知道自己终于得救了 逃离了变态母亲的掌控 卢丽亚娜好奇地打量着 回想起晕倒前见到了皇太子 难道是她救了我吗 推开房间大门 眼前金碧辉煌的大厅 让女孩赞叹不已 才注意到自己身上崭新的衣裙 就被一道惊呼声下地摔倒在地 还好一双大手及时扶住了她 来人鞠躬致歉 您好 皇女殿下 我是玛丽亚 皇太子殿下的专属侍女 以后会负责照顾您的 可从未得到过温柔对待的卢丽亚娜 却误解了她的意思 皇太子的侍女居然要负责照顾我 难道她是把我绑架了吗 女孩慌了神开始大声求饶 谁知皇太子本子就站在她身后面色不善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竟然说那种话 卢丽亚娜吓得腿都软了 她紧紧抓着男人的一百祈求饶她一命 女孩恐惧的模样让路德温一乐 随即俯下身向女孩道歉 对不起 我没想吓唬你的 卢丽亚娜懵了 那个一可怕著称的皇太子 居然向我道歉了 就在此时肚子咕噜咕噜发出抗议 下一秒路德温直接抱起女孩带她去吃饭 还问她想吃什么 从来只能吃到檀羹剩饭的卢丽亚娜 连个菜名都不知道 只能回忆起在梦里吃到的甜甜的东西 甜的 你是想吃甜点吗 卢丽亚娜也不知道那是不是甜点 可能是命丧母亲之手给她带来了巨大的恐惧 只有模糊的记忆瞬间一闪过 梦中给她甜点的人的模样也记不清了 可是她的身体还很虚弱不能吃甜食 路德温问她要不要喝点喜欢的汤 卢丽亚娜不敢要求什么 只要有汤就行了 路德温把她放在椅子上 可小小的女孩只有半个脑袋能够着桌面 正在她忐忑不安的时候 身体突然被拎起 下一秒皇太子居然抱着她亲自喂她吃饭 这让卢丽亚娜浑身僵硬 却很快被嘴里的美味吸引了注意力 汤不都是又凉又没味道的吗 这里的汤怎么是热的还有这么多食材在里面 路德温看着女孩狼吞虎咽的模样十分差异 只是普通的蔬菜汤她却喝得这么小 卢丽亚娜小心翼翼地问可不可以再喝一碗 路德温这才意识到她已经喝完了 以为皇太子不同意 卢丽亚娜赶紧低头道歉 解释说她第一次喝这种汤所以才喝得那么快 路德温惊呆了 蔬菜汤是平民百姓的家常菜 她一个皇女居然连这个都没吃过 路德温按下心里的怒火 和卢丽亚娜拉钩约定 明天一定让你喝到热可可 这是小皇女第一次感受到温暖关爱 看着女孩纯真的笑颜 路德温也感慨 即使只有一半的血缘关系 她也是我的妹妹 女孩是仇人的女儿 可皇太子对女孩却格外的在意 虽然只是同父异母的兄妹 但得知女孩之前遭遇的种种非人折磨 她还是决定好好守护这个妹妹 等到吃完饭 路德温横抱起卢丽亚娜 女孩还以为她会把自己送回恶毒母亲身边 可在之前路德温已经去她的宫里看过了 那里就像是监狱 根本就不是人呆的地方 那个垃圾场你就别回去了 现在这里才是你的房间 金碧辉煌的华丽卧室差点闪下卢丽亚娜的脸 她不敢相信这是皇太子为她准备的 此刻的男人责任敢抱抱 作为你的哥哥 是不会丢下妹妹不管不顾的 虽然我们只有一半的血缘关系 但是你毕竟是皇家的一员 只要你愿意可以在这里一直住下去 卢丽亚娜不明白 为什么皇太子会对自己这么好 好到自己忍不住想依赖她 安顿好卢丽亚娜 路德温出门就遇到了亚丹 身为护卫骑士的亚丹下班后又回来了 当看到路德温对待小黄女士如此的温柔体贴 真不愧是我的皇太子殿下 可路德温却很内疚 因为那个恶毒女人的阴谋 玛丽亚和亚当失去了父亲 自己也失去了敬爱的老师 虽然卢丽亚娜是自己的妹妹 可对于他们来说却是仇人的女儿 她发誓一定要报仇血恨 虽然已经逃出了母亲的魔爪 可卢丽亚娜还是习惯性的从睡梦中惊醒 只是这次没有了母亲的打骂 而是玛丽亚送上的香甜美味的热可可 是皇太子一大早亲自送来的 只为旅行昨天和女孩的约定 可卢丽亚娜的内心却很惭愧 皇太子憎恨关于她母亲的一切 却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好呢 在这个皇宫里 她是第二次感受到别人的善意 就当是欠下的人情 以后一定会回报他们的 交谈中二人逐渐熟络起来 玛丽亚跟卢丽亚娜吐槽起了皇太子 殿下小时候特别木讷一点都不可爱 可她竟然有了您这么可爱的妹妹 卢丽亚娜眼看情况不对刚想提醒她 皇太子就出现在了身后语气冰冷 原来我的专属侍女是这样想我的 她本是帝国皇女 却从出生起就被自己母亲虐待 从未感受过温暖的她 直到遇见自己同父异母的皇太子哥哥 才第一次体会到了被疼爱的感觉 忽然天降大兔子砸中了卢亚娜 原来这是亚丹给她准备的生日礼物 虽然昨天的生日已经过去 但对于皇女来说 这是第一个完完全全属于她的生日礼物 此刻的她无比的开心 万间滑落的手镯引起了路德温的注意 如此精致的东西肯定不会是莉莉亚送给她的 转身吩咐亚丹调查一下手镯的来历 沉浸在喜悦中的女孩紧紧抱着兔子 却还忍不住想 如果母亲能像她们一样温暖的话 自己会是什么样的吗 想到这所有的委屈倾泻而出 眼泪再也不受控制地涌不出来 这么多年来所受的折磨 让她对未来产生怀疑 自己也可以拥有幸福吗 在温柔安慰生喝巧克力的作用下 卢亚娜终于沉沉睡去 这还多亏了同样身为哥哥的亚丹 哄孩子很有一套 但是不能每次都用巧克力哄睡 可众人在照顾孩子方面都没啥经验 玛丽亚提出还是找卢母来吧 却被路德温和亚丹同时制止 卢母要是知道了肯定会和皇后汇报 而在多年前的这个时候 因为妹妹的离去母亲备受打击 再也无法孕育新生命 也变得格外喜欢小女孩 对自己的婊子女塞丽娜失落几处 如果母亲知道卢亚娜的悲惨经历 精神肯定会受到刺激 而且卢亚娜的遭遇一旦传播出去 她在获得众人同情的同时 更会遭到别人对她只有一半血同的讽刺 毕竟她是莉莉亚的亲生女孩 肯定会重新回到生物身边 到那时等待她的一定是更加残酷的虐待 还是过几天再向皇后汇报吧 之后几天在玛丽娜的悉心照顾下 卢亚娜的身体恢复不少 只是巧克力惨遭没收让她甚是想念 玛丽娜伺候卢亚娜用饭 她突然想到了什么要离开一回 让卢亚娜有事就摇铃铛叫人 可这让女孩很为难 她怕叫来了其他人 之前每次去餐厅 路上其他侍女的目光就让她坠坠不安 惊讶 好奇 甚至是轻蔑 大家都怯怯私语 莉莉娜的女儿为什么会住在皇太子宫里 所以她只能乖乖等玛丽娜回来 正在这时亚丹敲秘密出现在门口 确认玛丽娜不在这才放心 亚丹带来的东西让女孩惊喜 是巧克力 传闻中冷漠无情的皇太子 居然成了超级媚恐 豪华房间美味餐食通通安排上 不管去哪都把妹妹抱在怀里 甚至怕妹妹误会 就算工作繁忙也要派人来告诉她 不是哥哥不爱你 只是公务缠身实在没时间来看你 卢亚娜根本不在意 因为以前她要一周甚至一个月才能见到母亲一次 这时玛丽娜突然回来了 糟糕 偷吃巧克力被发现了 谁知玛丽娜患上一脸灿烂的笑容 她拿来了许多甜品和点心 原来卢亚娜的身体恢复得不错 医生允许她吃零食了 小黄女终于吃上了心心念念的美味 甜甜的味道包裹口腔仿佛置身天堂 可路德温又突然从背后冒头闪见 吓得卢亚娜连怒咳嗽 玛丽娜怒怒相试 看你把孩子吓得了 卢亚娜气呼呼 您下次进来之前能不能先敲闷 看妹妹这么可爱真想逗一逗 路德温调侃道 这是我的宫殿 要是你重新恭敬地请求我 我可以考虑一下 一旁的亚丹递给卢亚娜一个小礼 这是我妹妹送给您的 卢亚娜捧着礼物爱不释手 看着她欢喜的模样 路德温感慨 堂堂帝国皇女收到个小玩意 就幸福地像是得到了全世界一样 吐槽她真是容易被人收买 卢亚娜听后不开心了 下意识回对她说话太过分 刚说完就反应过来 她会生气的吧 正准备和她道歉 路德温却率先检讨了自己 不该那样动妹妹的 还叮嘱她身体刚刚恢复 不要吃太多甜食 卢亚娜回忆起两人初见的场景 自己虽然是莉莉亚的女儿 但是皇太子好像一直对自己很好 难道她不讨厌自己吗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 她故意要求再吃一个巧克力蛋糕 路德温虽然不太情愿 却还是把蛋糕端到女孩面前 真是难以置信 亚丹还在旁边出着主意 她让卢亚娜闭上眼睛张开嘴巴 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哦 见妹妹听话照做 路德温无奈服了 这谁能顶得住啊 她只好亲手插起一小块蛋糕 未经妹妹嘴 自己妹妹除了宠着还能怎么办呢 只因皇后的女儿一出生就夭折了 我觉得女儿就想取而代之 利用皇后的私女之心 每天来刷存在感 奈何他人太蠢太笨 居然自以为是当众撕开皇后的伤疤 这几天皇后的情绪已经好转 皇太子路德温打算告诉母亲卢亚娜的情况 却在皇后宫里遇到了伯爵夫人 以为女儿已经抱紧了皇后的大腿 女人就开始飘飘然了 却被厌恶他们的皇太子警告 要他们认清自己的身份 不要痴心妄想 女人难掩自己贪婪的本性 只要皇后一直疼爱她的女儿 就算皇太子反对又能怎么样 女儿的未来一定能飞上枝头变凤凰 她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路德温见到皇后时 她正在品尝下午茶 见到儿子前来皇后非常高兴 路德温有话单独对母亲说 想让伯爵之女塞丽娜出去 谁之女还扯住她的披风 让我也一起听吧 我可是你的妹妹啊 路德温被她的脸皮厚度震惊到 真是无礼 我只有一个妹妹 可是她已经死了呀 此话一出皇太子瞬间被激怒 甩开她的手警告她 不要以为有了皇后的宠爱 就能妄图和皇室产生关联 做人不要得寸进食 女孩转头向皇后求助 可皇后一改往日的和颜悦色 冷着脸让她出去 并且警告她 再敢出言不逊就要她好看 皇后虽然受到了很多磨难 但她绝不会被激动 哪怕经历了先帝去世 皇帝移情别恋 她依然坚守着自己正等继承人的职责 把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 看见母亲如此坚强 路德温终于放下了心 她告诉母亲 皇女卢亚娜被她母亲殴打虐待 逃出宫被自己捡到 因为营养不良 所以现在养在皇太子宫里 皇后听了非常震惊 而且由于莉莉亚对她的虐待 皇女工的下人也对她不管不顾 因此她消失了好几天都还没有被人发现 皇后当下就想去看看卢亚娜 虽然她不是自己亲生的 但在她出生后皇后也去看过她 毕竟她和自己死去的女儿长得那么相像 光是看她一眼 就将她的模样深深刻在了心里 女孩虽是嫔妃的女儿 却与皇后夭折的孩子长得格外相像 每当看到这个孩子 皇后的丧女之痛都会得到安抚 可身为皇后却频繁看望嫔妃的孩子 这一行为总会遭人非议 皇后只好和女孩保持着距离 没想到多年后却得知 女孩一直被嫔妃折磨虐待 皇后想去看看她 却愁愁着不敢推开房间门 玛丽亚告诉她卢亚娜现在情况很好 能吃能睡还特别爱吃甜食 皇太子也说每次见她都在吃东西 简直就是为了吃而生的 但她还是有些担心 自己身为皇后却没有照顾好后宫的子女 也是她的失职 这孩子会怪她吗 见母亲如此犹豫 路德温干脆推开房门 担心的话就进去看看吧 谁知卢亚娜此刻正沉浸于梦乡之中 看着女孩瘦小的身躯 皇后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八岁的孩子 莉莉亚居然对自己的孩子也能下得了水 这让皇后无比的心疼 这时小皇女突然翻了个身 让皇后抬起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半晌轻拍着女孩 安抚着她沉沉睡去 办公室内 皇后叫来了侍从长 给她看了关于卢亚娜和皇女工的调查报告 明明拨给皇女的经费充足 但实际用在卢亚娜身上的少之又少 其他的都被莉莉亚挥霍掉了 侍从长看了报告非常震惊 皇后表示从现在起 她会亲自管理皇女的经费 先把莉莉亚的使用权限收回 路德温提醒母亲这么做 她肯定会来大吵罢了 但是关卢亚娜皇后这次也绝不让务 如果她来闹就让她直接来找我 连自己的孩子都那么残忍的女人 没必要对她仁慈 这时门外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 原来是卢亚娜在和亚当玩闹 睡醒了的小皇女肚子饿了就自己找过来 这让路德温感觉自己就是妹妹的专属饭条 也正好到了吃晚饭的时候 路德温就邀请母亲一起共进晚餐 卢亚娜这才意识到 皇后居然在这里 这时卢亚娜突然想到 皇后非常仁慈并不会伤害自己 但并不代表她不会讨厌自己 哪个皇后会喜欢爱作妖的嫔妃的女儿吗 她还是赶紧从皇太子身上下来吧 小皇女为了逃离变态母亲的折磨 偷跑出宫想求得皇后的庇佑 可当她真的见到了皇后却怯场了 有哪个皇后会喜欢爱作妖的嫔妃的女儿吗 她挣扎着想从皇太子的怀里下去 却还是被一路抱到了餐厅 皇后看出是因为自己突然出现 让卢亚娜变得拘谨 路德温让她放心 这孩子是不会因为别人的存在就吃不下饭的 这倒是真的 卢亚娜每天不是吃 就是在吃的路上 这是一盘美味的牛排送到了女孩面前 却被路德温直接拿到自己面前 皇后以为自己看错了 皇太子居然在帮皇女切肉 自己的儿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温柔 听说之前她还亲自哄卢亚娜睡觉 皇后更惊讶了 明明对同父异母的弟弟路易斯怒怒相识 对伯爵女儿的态度也很冷 怎么偏偏对卢亚娜就这么特别呢 难道是因为这孩子和她一样的金发蓝童吗 如果自己的孩子还活着 也应该有这么大了吧 也会像她这么可爱的吧 饭后卢亚娜刚吃完甜点 路德温就把自己的那份推到她的面前 皇后也把自己的那份给了她 卢亚娜嘴上说着不用了 手还是老老实实地揭了过去 这孩子这么爱吃 怕是容易被人用食物骗走了 皇后问儿子你没有让他饿过肚子吧 路德温大呼冤枉 您都不知道这小家伙也多能吃 而且一吃起来就顾不上别人 刚说完一个勺子就递到了嘴边 原来是小皇女邀请路德温一起享用甜品 皇后这么脸色警告儿子 小孩子也是会在意她的话的 以后在她面前说话要注意分寸 不要欺负卢亚娜 怕路德温照顾的不尽心 皇后提出把小皇女带到自己身边抚养 她询问卢亚娜你愿意和我一起生活吗 还用美食来诱惑她 可卢亚娜仔细考虑过 要是想对付母亲的话 待在皇后身边肯定比皇太子身边更好 但是一想到这些天皇太子亚丹 还有玛丽亚对自己的悉心照顾 卢亚娜决定留下来 皇后也尊重她的选择 这时玛丽亚突然进来听报 她欲言又止地看了一眼卢亚娜 卢亚娜敏锐察觉到可能和自己母亲有关 眼看路德温要来带她离开 她恳求到自己能不能一起听 但不想让卢亚娜参与大人之间的纷争 皇太子还是编了个理由把她抱走了 玛丽亚说皇女宫的侍女到处寻找皇女殿下 他们还没敢把皇女失踪的消息告诉莉莉亚 只是自己悄悄地寻找 这群气上瞒下的下人真是可恶至极 皇后临走时询问玛丽亚 皇女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甜点 女孩虽是嫔妃的女儿 却得到了皇后的无限宠爱 在得知卢亚娜喜欢吃甜时候 皇后派人送来了满满一桌子花样繁多的甜品 卢亚娜被震惊道 这都是给我的吗 我真的可以收下这么多礼物吗 其中还有包装精致的糖果罐子 这是卢亚娜从未品尝过的美味 被融化着的甜蜜包裹住口腔的感觉 让她无感惊喜 就连装糖果的罐子都是用昂贵的水晶做的 卢亚娜有些惶恐 皇后为什么要对自己这么好 她背着突如其来的宠爱震懵吗 不由得害怕自己一旦做错了什么 这份好意就会立刻消失 看您吃得这么香 皇后一定会很高兴的 自己以前要费尽心思讨好母亲 才能少挨一顿吧 如今只是吃得香皇后就能开心吗 她犹豫着再次询问道 我又不能为她做什么 我真的可以收下这些东西吗 女孩小心翼翼的模样让玛丽亚心疼 像您这么大的孩子只要接受礼物就好了 如果您实在过意不去 就去向皇后道谢吧 这是个好主意 可卢亚娜转念一下 这段日子皇太子殿下也对自己特别好 如果只向皇后一个人道谢而忽略了皇太子 是不是有些不太合适 简直就像天使一样 怕是因为太过善良吃过不少亏吧 玛丽亚汉言 好奇怪啊 皇太子居然被夸称好了 小孩子还是太单纯 她那种冷漠无情的人怎么可能会吃亏 卢亚娜觉得自己只是个徒友皇女殉母 她的母亲那么爱作妖 为什么皇后和皇太子不讨厌自己 还让身为伯爵女儿的玛丽亚来照顾自己 可玛丽亚却说自己是心甘情愿 任何人见到皇女殿下都是会爱您的 能服侍皇女殿下是她的荣幸 您作为帝国地位第二高的女性 一定要变得自信起来才可以 就连您母亲丽丽亚的地位也不及您 所以一定要打起精神来 要是您觉得过意不去 我们就做些饼干送给她们当作谢礼吧 刚烤出来的饼干香香脆脆 她们一定会喜欢 可是卢亚娜想起皇太子不吃饼干 玛丽亚一把抱起小皇女 那就先送给皇后吧 卢亚娜心生欢喜 之前都是自己一直在接受别人的好 这下也能做些什么报答她们了 一定要做出美味的饼干表达我的谢意 自从逃离了母亲的魔爪 她们的恩情 卢亚娜决定亲手烤些饼干送给她们 可明明是看着玛丽亚的示范一步一步操作的 怎么到自己手里小熊饼干就变成了未知物种了吗 卢亚娜自己都嫌弃 这样的饼干皇后和皇太子应该是不会吃的 玛丽亚却告诉她 皇后一定会喜欢她 毕竟皇后看到这些 就会想起皇太子小时候做的饼干 卢亚娜还以为她这是在安慰自己 这时她突然想到 除了皇后和皇太子 还有一个人她也要感谢 当卢亚娜鼓起勇气把饼干送给亚丹的时候 亚丹特别开心 皇女殿下居然亲手做了饼干送给我们 还是超可爱的浣熊饼干啊 其实这是小熊饼干 看着亚丹发自内心的开心 卢亚娜觉得超满足 这时皇太子突然出现 亚丹忙不迭地向她炫耀 这是皇女殿下给我做的饼干哦 是不是很可爱 皇太子笑不出来 因为她没有收到 不顾亚丹把饼干夸上天的赞美声 冷着脸说不可爱 卢亚娜了然 看来她果然不喜欢 玛丽亚笑道 怎么会呢 这跟皇太子殿下以前做得很像啊 什么 此话一出两人惊了 皇太子的黑历史被无情八处 我居然和她做的一样烂 皇太子居然和我做的一样烂 皇太子可不想承认自己做的饼干潮 她重新组织语言评价卢亚娜的饼干 仔细看一下感觉做的还不错 看起来她还是有天赋的 卢亚娜对玛丹亚佩服的五体投地 一句话就能让皇太子改口夸赞自己 不过皇太子是不会被亲密拿捏的 她不满自己的厨艺被拿来和卢亚娜相提并论 卢亚娜也耿着脖子说自己会比哥哥做得更好 脱口而出的哥哥让皇太子愣着 你刚才叫我哥哥 卢亚娜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誓言了 怎么办 她会不会觉得我很无聊 万一她开口否认怎么办 卢亚娜想开口道歉 但心里泛起的委屈让她止不住开始戳气 这时她被一个温暖的臂膀抱进怀里 皇太子温柔的话语响起 你就是我的妹妹啊 所有人都是这么的友善 被温暖包围着的小皇女逐渐睡着了 睡梦中她也牵着皇太子的手不愿松开 看着憨睡着的女孩 明明她是莉莉亚的女儿 可打第一眼看见她 就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仿佛她真的是自己的亲妹妹样 梦里卢亚娜依旧担心 自己嫔妃女儿的身份会遭到皇太子嫌弃 直到皇太子肯定了回答道 我会陪在你身边 她才露出孩童的甜美威胁 第二天卢亚娜一睁眼 就看见皇太子和她一起躺在床上 女孩醒来一睁眼 就看见同父异母的哥哥居然睡在自己身边 震惊之后赶紧闭眼妆睡 时不时悄悄偷看两眼 再次感叹二人的发色真是一模一样 谁知皇太子突然睁眼 吓得卢亚娜直接喊出声 皇太子调侃她妆睡太明显 想看我就直说吗 干嘛偷偷摸摸的呢 也不知道你这习惯是随谁的 话音当落 玛丽亚按道不好 皇太子也意识到这句话 会让卢亚娜想起她的母亲 以及那些不好的经历吧 她赶紧向卢亚娜道歉 可女孩并没有伤心 反向自己是随了皇太子殿下 你明明什么都知道 不也在装睡吗 见卢亚娜并没有情绪低落 皇太子松了一口气 承认她是像自己 然后满屋子转悠 问她我的在哪里 卢亚娜一头误识 瓦利亚提醒她皇太子是在找饼干 昨天卢亚娜亲手做的饼干 怎么能没有她的份量 但是当她得知真的没有自己的那份事 气得她摔门而去 不过卢亚娜已经暗暗下定决心 一定要继续努力 报答皇太子殿下和其他所有人 此时的查尔特伯爵正在向皇后卖弹 自从上次她的女儿 由于出烟不逊被皇后惩罚后 就一直没有机会再进宫了 她请求皇后原谅塞丽娜这一次 毕竟她还只是个孩子 皇后也觉得这么对待一个孩子 有些太过严可 就允许她中午进宫和自己见面 塞丽娜欢天喜地地扑进了皇后怀意 一边哭着道歉一边表达对皇后的思念 可自从皇后上次见了卢亚娜后 再见到其他小女孩就总是会想起她 塞丽娜注意到皇后频频走神 这时侍女送来了卢亚娜亲手做的小饼干 满满一篮子都是她对皇后的谢意 皇后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可这却刺痛了塞丽娜的眼睛 皇后在自己面前可从没有这么笑过来 此时的她已经被极度冲昏了头 居然冲上去一把掀翻了饼干 还好皇后眼急手快护出了篮筐 只有几块掉在地上摔成碎渣 此举彻底激怒了皇后 直接让侍女把她拉出去 女孩这才知道闯了火 哭喊挣扎着祈求着皇后的原谅 可皇后只是心疼地看着手里的饼干 只因皇后收到礼物时效地开心 伯爵的女儿就心生极度 故意打翻了皇女亲手制作的礼物 而她的下场就是彻底惹怒皇后 被无情地逐出皇宫 塞丽娜回忆起初次见到皇后时的情景 美丽优雅的皇后站在高位 是那样的光彩夺目 从那一刻起 她就梦想着有一天能像皇后一样 成为最闪耀的存在 自那以后一有机会 她就去皇后面前刷存在感 她深知皇后丧女后对女孩子的偏爱 觉得自己只要抓住皇后的心 就能从伯爵之女一月成为皇后的掌上明珠 可是就因为那个女孩的出现 一切都变了 平日里塞丽娜仗着是皇后侄女的身份 指高气傲 如今被皇后咽弃 贵族女孩们当然要抓住机会谈谈笑话 嘲笑她没有公主命一身的公主病 整天做着白日梦成为皇女 女孩们故意刺激她 说皇后带卢亚娜皇女如亲生女儿一般 这让塞丽娜极度到发疯 她转身愤恨离去 对卢亚娜恨到咬牙切齿 皇后从没对自己那样笑过 凭什么就对那个女孩如此偏爱 自己皇后侄女的身份 是绝对不会输给那种旁戏血脉的 塞丽娜满腔怒火地找到伯爵父亲 要求父亲让皇后赶走卢亚娜 这种荒唐言论让她震惊 觉得女儿疯了 这边皇后得知莉莉亚那边还没有找到皇女 决定明天和她摊牌 并且追究她挪用皇女抚养费的责任 趁机拿到皇女的抚养权 由于皇后邀请卢亚娜共进午餐 没有事先准备的玛丽娜 只好拿来了自己小时候的衣服供卢亚娜挑选 等以后再找设计师为她量身定做 卢亚娜却以为是自己身份敏感 防止让外人看到产生不好的传闻 玛丽娜告诉卢亚娜 皇后收到她的饼干后 特别感动简直爱不释手 卢亚娜虽然觉得有些浮夸 但是心里还是很欣喜 卢亚娜看着琳琅满目的漂亮裙子挑花了眼 这是一件粉色小礼服进入了她的视线 我可以试试这件吗 女孩虽贵为皇女 却从小被母亲残忍虐待 以至于从没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 如今皇后邀请她共进午餐 看着琳琅满目的小礼服 卢亚娜选了一条新衣的粉色小裙子 玛丽娜安慰她今天就先凑合穿一下 明天就给你做很多漂亮的新衣服 可是卢亚娜身无分纹哪里做得起 不用担心哦 皇太子殿下可是手握先帝遗产的超级大富翁 所有费用由她买单 总是让皇太子破费卢亚娜有些不好意思 而且自己是莉莉亚的女孩 真的有资格踏进皇后宫吗 皇后是您的嫡女 所以您也是皇后的女孩 当然可以去皇后宫了 一番舒适打扮后 卢亚娜看着精致美丽的自己都快认不出了 这还是当初那个脏兮兮的女孩吗 可当玛丽娜拿出一双红色小皮鞋时 卢亚娜浑身一击灵 梦里那血色的恐怖现场再次浮现眼前 母亲握着尖刀埋进她身体里的感觉那么的真实 她惊恐地向后退去 这时皇太子的声音传来 不喜欢的话那就不穿 她伸手把女孩抱起 今天我一直抱着她 不走路就不用穿鞋了 抱着女孩转身出了门 亚丹提醒玛丽娜黄女看到鞋子后的硬积粉 玛丽娜才意识到女孩的不对劲 皇太子询问卢亚娜是不喜欢鞋子吗 鞋子很漂亮 只是红色太鲜艳了 那以后所有红色的东西都不会在你那前出现了 你是皇女 任何人都不能说你什么 包括莉莉娜 我会一直保护你的 皇太子的话让卢亚娜无比的安心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皇后宫 因为皇后掌握朝政大事 每天这里来往的人也很多 当他们看到冷漠无情的皇太子 居然抱着一个女孩时 都在议论纷纷 特别是卢亚娜的金发蓝眸 更是成为他们热议的焦点 感受到怀里女孩的不自在 皇太子凌厉的目光扫不中人 现场立刻鸦雀无声 这时卢亚娜注意到一位银发大叔 原来这是埃斯特班公爵 卢亚娜只觉得眼熟 好像在哪里见过她 这时人群中的侍女看见了卢亚娜 她吓得大惊失色 皇女怎么会在这里 得赶紧向莉莉亚夫人报告 很久以前有一位美丽的精灵 在初代皇帝的执着追求下 精灵成为了她的皇后 皇帝为了取悦皇后 侍巨资建造了震撼帝国的皇后宫 卢亚娜看着复利堂皇的宫殿探为官职 真的太好看了 不过这世界上真的有精灵吗 当然有了 但是他们从不与外人交流 至于和初代皇后有关的皇室成员保持联系 等到新年会的时候 可以带你去见一见 一听到可以见到精灵 卢亚娜超激动 这时侍女塔兰前来迎接他们 态度友善且热情 卢亚娜很奇怪 为什么皇后身边的人都对她很好 明明自己是他们讨厌的嫔妃的孩子 自己理所应当地享受着他们的善意 可真是厚颜无耻啊 察觉到女孩的情绪紧张 皇太子柔声安慰着 见到二人前来 皇后温柔地打着招呼 卢亚娜凑在皇太子耳边敲咪咪地问 自己该说点什么皇后才会开心呢 皇后简直被她这个母样萌化 皇太子直接抱着卢亚娜入宫 皇后看见女孩没穿鞋 便询问起原因 皇太子只说自己抱着她就没必要穿鞋了 美味的菜品被端上桌 卢亚娜乖乖张嘴等待皇太子头尾 皇后看得心痒痒 她也好想为女孩吃东西啊 就在这时侍从急匆匆地闯了进来 皇后殿下 嫔妃来了 皇太子的眼神立刻冷了下来 这是关卢亚娜以后命运的走向 她恳求皇太子 希望自己也能一起参与 这时皇后上前安抚女孩 让她在这里安心地等一会 好久没见到女儿了 我想和你多待一会 这句女儿让卢亚娜差点泪奔 连自己亲生母亲都没这么叫过她 虽然现在形势严峻 但自己却非常的安心 难道这就是被人保护的安全感吗 侍女跪在地上瑟瑟发抖 感受着红发女人散发的低气压 莉莉亚怎么也没想到 平时唯唯诺诺的女儿居然敢逃跑 还投奔了自己的死对头皇后 看着面前皇后派人送来的文件 她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皇后不但要负责今后皇女的经费开支 还要对以前被她挪用的经费进行追讨 那些侍女居然敢隐瞒卢亚娜逃跑的消息 要是他们及时汇报 她现在就不至于这么被动 想到这她实在忍无可忍 面目猙獰的发誓 一定要让卢亚娜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这是一个男人轻声呼唤她的门子 莉莉亚赶紧依偎到皇帝身边 伸手抚摸着皇帝的眼睛 让原本神志稍微清醒的男人再次陷入沉睡 看着眼前的男人 莉莉亚心中生起歹毒的念头 既然这个丫头这么不听话 那就把她变得像宠物狗一样乖吧 就像她的父亲一样 这边皇太子要和皇后一起去见莉莉亚 卢亚娜想要阻止她 她担心皇太子的安危 毕竟在梦里未来母亲会亲手杀了自己 难保她不会对皇太子下手 可该怎么解释她才会相信自己呢 小鬼 你是在担心我吗 别担心 我可比你想象的厉害多了 卢亚娜还想阻止 可皇太子已经出门了 但她不能就这么干等着 花园里 莉莉亚不满地抱怨着 自己等了这么久了皇后还没来 小小的侍女敢这么趾高气儿 等我的儿子当上了皇帝 我就把皇后宫移为贫帝 这时皇后和皇太子嫁到 莉莉亚看到皇太子也来了脸色一点 皇太子鄙夷的瞥了她一眼 皇后直接了当问莉莉亚前来有何目的 原来莉莉亚是为了皇女的经费而来 她身为卢亚娜的亲生母亲 自然要亲自管理女儿的经费 皇后反驳说卢亚娜身为皇女 那由她这个皇后来管理也没有任何问题 莉莉亚气急 我才是生她养她的人 皇太子嘲讽道 可卢亚娜似乎并不想被你生下来 她把遗落文件扔到莉莉亚面前 这些都是关于皇女工和皇女的健康报告 这么糟糕的结果你怎么解释 你把皇女的经费都花到哪去了 皇后给了莉莉亚两个选择 要不然就放弃抚养卢亚娜 要不然就把之前挪用的经费都还回来 女人沉默片刻后冷笑一声 身为皇后却如此关注别人的女儿 就不怕别人议论你是因为忘不了自己死去的女儿 就把另一个长相相似的孩子偷偷当作替代品了 这时皇太子注意到旁边一个小小的身影 可等她追过去一看 地上只留下一只小小的拖鞋 卢亚娜深知自己母亲的心狠手辣 所以当母亲跑来皇后宫找茶时 担心皇太子安危的小皇女还是决定偷偷跟上去 卢亚娜躲在被子里假装休息 在骗过玛丽亚后 她把玩偶塞进被子里 自己偷偷溜出了皇宫 她不能眼睁睁看着帮助过自己的人陷入危险 可是以前都是和皇太子一起出去的 她好像连他们在哪里会面都不知道 但一想到皇太子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系 卢亚娜更加坚定了自己要找到他们的幸福 就在这时眼前突然出现了一颗水珠 闪烁着耀眼的光泽 在空中漂浮着仿佛在指引方向 她连忙跟了上去 不一会儿就来到了皇后与莉莉亚对峙的花园 卢亚娜躲在角落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恰好听到莉莉亚指责皇后 因为忘不了自己死去的女儿 就拿卢亚娜当作替代品 而且自己从小就是个厄运缠身的人 和皇太子如此的为难 她失魂落魄地走进一栋废弃的宫殿 回想起自己出逃后的点点滴滴 从一开始她住进皇太子宫是不是就是个错误吗 自己这个只会给别人带去麻烦的人 真的有必要存在吗 不是这样的 突然一道声音传来 卢亚娜惊讶地看到面前出现一位翩翩少女 这居然是预知梦里出现的18岁的自己 看来你不记得梦里所有的事了 这样反而更好 你已经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就不会经历我所经历的未来 卢亚娜还没明白她话里的孩子 少女就消失不见了 这时皇太子终于赶到 在发现卢亚娜遗失的拖鞋后 她一路找到了这里 看着皇太子担忧的怎么样 卢亚娜十分内疚 觉得是自己的存在才让他们那么多温暖 可皇太子接下来的话让卢亚娜瞬间泪奔 你是我的妹妹 你想做什么都是理所应当的 女孩扑进她的怀里嚎啕大哭 这声妹妹抚平了她心里所有的不安 让她觉得自己是被爱被珍惜的存在 许是哭泪了 卢亚娜昏睡了过去 醒来后看见了和她一起睡着的皇太子 她恋恋不舍地叫着哥哥 在皇太子的安抚声中再次沉沉睡去 红小宝受催残的女孩居然佩戴着昂贵的手镯 这种反常引起了皇太子的注意 经过多方的调查 以及手镯上出现的盾牌花纹 可以确定这是艾斯特班公爵家的东西 皇太子了解到了那天的具体情况 他没想到公爵的儿子和他老爹一样油滑 居然送初次见面的女孩这种东西 皇太子和亚丹都觉得这小子居心不良 可玛丽亚却磕起了CP 当时男孩没有认出卢亚娜黄勇的身份 却依旧把这么贵重的镯子送给他 这分明就是爱情啊 当时男孩没有嫌弃卢亚娜衣着邋遢 依旧送他礼物 这难道不是一见钟情吗 皇太子突然有了一种自家白菜药被砍了个乌尽 他让亚丹好好调查一下这个公爵上 看来有必要见见那个人了 这边公爵之子卡尔安正在看书 就看见自己老爸面带微笑走了过来 他顿感不妙 不会又是来叫我参加各种宴会的吧 谁知这次公爵却提到了上次那个镯子 之前卡尔安谎称那个镯子被自己弄丢了 可公爵却神秘兮兮地说 他知道镯子在谁的手上 怎么可能 应该没人知道我把镯子送给那个女孩了呀 见儿子一脸心虚的表情 公爵心中了然 看来他去见皇后舰队了 原来早些时候 公爵和皇后商议 自己的儿子听话懂事 想让他和皇女殿下成为好朋友 可皇后担忧两人如果走得太近 会不会引起误会 公爵看着桌上那些求取皇女的书信 解释说这是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因为他儿子是条件足够优秀的结婚对象 如果和皇女产生交集 就能让那些对皇女 有着非分之想的家伙望而去不 同样也能对自己儿子有想法的人放弃 反正孩子们年纪都还小 只是交个朋友而已 传闻应该很快就会平息的 公爵嘴上说只是培养纯洁的友谊 可思心的确是想让两个孩子青梅竹马 有了公爵府的助理 这对于目前身份尴尬的皇女 是占稳地位的好机会 也能让不自量力的莉莉亚母子吃些苦头 卡尔安哪里知道父亲的这些打算 她只觉得心里发毛 卢亚娜躺在房间里甚是无聊 玛丽亚告诉她一会亚丹回来看她 还精心准备了礼物 看着玛丽亚一脸兴奋的状态 卢亚娜好奇 问玛丽亚和亚丹是什么关系 之前她注意到玛丽亚每次和亚丹对视的时候 都会笑得特别开心 所以觉得他俩应该是情投意合的吧 玛丽亚脸一红正准备说些什么 就见亚丹和皇太子走了进来 可卢亚娜并没有被礼物吸引 而是直接问亚丹是怎么看待玛丽亚的 在玛丽亚的疯狂暗示下 亚丹一脸猛逼地转移了话题 她向卢亚娜展示了自己准备的得意之作 数量多到卢亚娜抱不过来 自从她收到了卢亚娜送她的饼干 她就确定皇女的审美喜好和自己非常相似 感觉自己遇到了知音 卢亚娜却脸色一变暗到不好 亚丹该不会以为 那些她自己都觉得丑的饼干 就是她的喜好吧 小皇女收到了亚丹亲手制作的礼物 可她却不敢打开 就连皇太子和玛丽亚也有些害怕 毕竟亚丹的审美是相当的独特 更不敢想象她误会了卢亚娜的喜好 会做出什么惊天地气鬼神的东西 卢亚娜想推辞 可看着亚丹一脸的期待 她万分为难 既然如此 我还是打开看看吧 皇太子注意到卢亚娜的纠结 提出先帮她看一下 真的吗 卢亚娜连忙把礼物塞进了皇太子的怀疑 就连玛丽亚也紧张得连退好几次 皇太子做好了心理建设 深吸一口气打开了盒子 接着就扔给玛丽亚让她赶紧烧了 真是看一眼都会少活一年的成财 亚丹备受打击 毕竟就连她妹妹也对她的作品一万个嫌弃 看着亚丹失落的样子 卢亚娜感觉有些抱歉 她开始好奇礼物到底是什么了 卢亚娜并不是她的喜好 只是做失败了而已 皇太子为了阻止卢亚娜的好奇 答应送她一个好不容易才弄到手的礼物 连哥哥都好不容易才弄到 看来是很贵重的东西吧 真的可以送给我吗 玛丽亚则意识到皇太子说的可能是那本书 不会吧 她正按照自己的喜好送礼物 和亚丹又有什么区别吗 玛丽亚怕卢亚娜接受不了 先问她爱不爱看书 好歹做个心理准备 可卢亚娜却说 自己没看过书 玛丽亚突然意识到 一个从小就饱受虐待的孩子 哪有条件看书认字呢 她给卢亚娜加油打气 就让我来陪你一起学习吧 随即开始提笔列起了书单 准备每天给卢亚娜读童话故事 看着她认真的样子 卢亚娜有些诧异 她从来没想到有人会给她读童话书 因为自己母亲从来没有这样对自己 就连她生病了也对她不管不顾 连是女都在背后悄悄议论 这真的是莉莉亚亲生的孩子吗 卢亚娜纠结该不该告诉她自己 其实是识字的 但总不能说是在梦里学的吧 不一会儿几落故事书就被送到了房间 今天就来读 初代皇帝和初代皇后的建国故事吧 很久以前有一位少年 他有着如阳光般闪耀的金法 一天他的村子遭遇了不幸 在抗争的过程中 少年遇到了一位美丽的精灵 蓝发蓝魔的精灵帮助少年打败了敌人 随着时间的流逝 少年爱上了精灵 并且建造了一座华丽的宫殿向他求婚 精灵答应了少年 但同时他提出了一个条件 初代皇帝和皇后的故事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 卢亚纳总觉得这个故事不严谨 缺了很多细节内容 而且初代皇后到底提出了什么条件 玛利亚解释说这只是个童话故事 而且很多内容都是根据坊间传说编出来的 可是卢亚纳冥冥之中觉得书里的内容都是真的 尤其故事里那位含泪祝福二人的少年的青梅竹马 他真的在为皇帝和皇后的未来祝福吗 看着小皇女有诸多疑问 玛利亚打算再把故事读一遍 可卢亚纳说自己全都记住 说着还背诵起了里面的章节 玛利亚惊呆了 居然一字不插 他随机选取故事里的几段 卢亚纳也都能完整地背诵出来 天哪 只是读了一遍就能全部记住 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能学会认字并且理解 皇女殿下是个天才啊 看来要正是聘请老师来给他授课学习 这时卢亚纳指着书中的插图问他这是哪里 这是位于沙漠里的塔奥伦王国 图上画的是王国的宫殿 卢亚纳紧紧盯着这张图片 强烈的熟悉感疯狂袭来 他好像在梦里去过这里 这边 阿希尔对于哥哥亚丹送皇女礼物的行为非常无语 年幼的皇女看到那些东西会受到怎样的精神伤害啊 可皇女没看到那些东西 玛利亚拿去扔了 玛利亚姐姐扔得好 不过好在扔完后悉心安抚了一番 所以亚丹心态并没有爆炸 阿希尔最近总是听亚丹提起皇女 连皇太子和玛利亚也很疼爱她 这让阿希尔对皇女产生了好奇 他想见见她 亚丹答应帮她通传一下 不过要等到为卢亚纳选完侍女和骑士之后才可以 阿希尔没想到小皇女之前的生活过得那样凄惨 连专属的侍女都没有 可恶的玛利亚真是毫无人性 一想到他们的父亲被玛利亚害死 阿希尔就对这个女人恨之入 但苦于没有直接证据 只能眼睁睁看着她逍遥法外 想到这阿希尔就情绪激动差点晕倒 亚丹赶忙上前辅助她 不过他们都是心地善良的人 没有因为莉莉亚迁怒于小皇女 阿希尔只是觉得有些可惜 如果她身体健康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成为小皇女的专属圣女了 自从阿希尔在皇宫里晕倒后身体就大不如前 尽管所有的医生都说她没有任何问题 但她还是会时常感到不适 皇太子得知阿希尔想和卢亚纳见面的医院后 答应带卢亚纳出宫前去看望她 亚丹高兴之余也有些担心 毕竟之前莉莉亚曾试图暗杀过皇太子 出宫会不会有危险 皇太子觉得莉莉亚应该不会是皇当众出手 只是有一点她很不理解 即使知道不是所有的父母都疼爱自己的孩子 但像莉莉亚这种只把女儿视为妻子的母亲 真的事件罕见 这是皇后派人叫来皇太子 要和她商讨给卢亚纳安排完办的事 之前艾斯特班公爵的提议皇后觉得已到 再加上皇宫里没有适合的同龄孩子 只有艾斯特班家的少爷卡尔安是最好的选择 可皇太子很不情愿 之前带着卢亚纳偶遇公绝时 她就觉得这个老头热情的过分 原来是把主意打到了自己儿子和卢亚纳身上 皇太子担心让男孩子来当皇女的朋友 会有什么不好传闻 不过一想到自己也是和玛丽亚还有阿歇尔一起长大 倒也无话可说了 看着自己儿子一脸的怨气 皇后笑着说她这是吃醋了 不过皇女日渐成长 总是和皇太子住在一起也不太妥当 皇后打算让卢亚纳住进荣耀宫殿 皇太子很诧异 那不是在妹妹出生前母亲专门为她建造的宫殿吗 她居然愿意让卢亚纳住进去 皇后似乎对女儿的失去释然了 卢亚纳出现在一片黑暗之中 她意识到自己在做梦 这时突然出现的一只手喂给她吃了一样东西 这个熟悉的甜味 和她之前在梦里尝到的意味一样 卢亚纳抬眼望去 一个男人冲她微笑 你喜欢吗 还没等卢亚纳问她是谁 男人就消失在一片虚无之中 内心强烈的不舍让她瞬间惊醒 她抱住玛丽亚默默抽起 那个人是谁 为什么看到她消失她会如此的难 艾斯特班公爵正和夫人商讨 送儿子去做皇女玩伴的事情 如今正式地邀请韩下法 这件事已成定局了 夫人有些不理解 当初莉莉亚找公爵 想让卡尔安和二皇子多接触被公爵拒绝了 如今居然主动送卡尔安去做皇女的玩伴 公爵解释如今皇女的监护人是皇后 那和皇女结交就和莉莉亚没什么关系了 毕竟谁也不想和心怀鬼胎的后宫嫔妃有什么瓜葛 至于可怜的卡尔安本 似乎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老爸给爱了 女孩从没上过一天学 却是个过目不忘的天才 故事书只看了一遍就能完整地背出来 卢亚娜看完书后闲得无聊 玛丽亚提出带她去庭院逛一逛 看着美丽的风景女孩格外地开心 这是她第一次去庭院游玩 以前她总被母亲囚禁在房间里不见天日 玛丽亚心疼地抱住她 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庭院而已 相信殿下以后会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这也是玛丽亚的父亲临终前对女儿的美好期许 卢亚娜回报住轻生抽气的玛丽亚 轻拍着安抚她 原来玛丽亚的母亲在她刚出生时就去世了 是父亲悉心照顾她长大 后来父亲在执行皇家骑士的任务时牺牲 玛丽亚一直爱着父亲 为她感到骄傲 卢亚娜隐约觉察到那个任务可能和母亲有关 如果是母亲害死了玛丽亚的父亲 那她又有和颜面面对她吗 反倒是玛丽亚反过来安慰她 让她不要有心理负担 毕竟她是大家都喜欢的皇女殿下 远处的皇太子听到了二人的对话 在那次任务中牺牲的还有亚丹的父亲 知有的亲人接连逝去 这让皇太子内疚不如 更何况自己还把他们仇人的孩子养在身边 这不就是在利用他们的善心吗 虽然亚丹再三强调从来没有责怪过她 可皇太子的内心依旧十分复杂 这边玛丽亚用鲜花编成一枚戒指 卢亚娜跟着雪雀编的歪七扭八 好在经过努力终于成功了一个 这时玛丽亚编了一个更大的花环 戴在了卢亚娜的头上 明就像花精灵一样 卢亚娜也把做好的花戒指送给她 我一直都很感谢你 亚丹看见了也想要 卢亚娜则现场刻起了CP 大方地表示自己会给她两座亲女对接 这时她注意到一旁的皇太子表情有些严肃 是生气自己摘了庭院里的花吗 可皇太子在意的不是这个 她要跟卢亚娜谈一些有关她的宫殿的事情 卢亚娜心里一惊 哥哥是要把自己送回她逃离的宫殿吗 惨遭嫔妃虐待的小皇女 本以为获得了皇太子的庇护 却被告知要她搬离皇太子的宫殿 你还慌了 是她做错了什么吗 为什么要赶她走 是要她回到自己的宫殿吗 可她不想回去 那里是她的噩梦 女孩抓住皇太子的衣服祈求道 我不会惹您烦的 请不要赶我回皇女宫 皇太子奇怪于卢亚娜异常的反应 原来她是误会了呀 怎么可能让你回到原来的地方住呢 是要让你住新的宫殿哦 你听说过荣耀宫殿吗 卢亚娜有所耳闻 在她的印象里只有非常了不起的人 才能住在那里 以前母亲每次咒骂皇后时都会提及那里 说皇后太过矫情 居然还要为死去的女儿单独留着一座宫殿 而侍女们在背后说母亲坏话时 都会说她不自量力居然敢基于荣耀宫殿 那明明是皇后为她的亲生女儿准备的住处 是皇太子的亲妹妹所拥有的 她怎么能住进那里呢 可能在皇后和皇太子眼里 自己就是那个孩子的替身吧 女孩忧心忡忡的模样皇太子看在眼里 不要想得太复杂 选择那里的原因只是因为日常维护得很好 愿不愿意去住还是看你自己 如果拿不定主意 就现在一起去看看吧 皇太子真诚的话语让女孩备受感动 能有幸和他们一起生活 哪怕被当作替身她也愿意 皇太子告诉卢亚娜过几天 会安排一个新朋友和她见面 卢亚娜知道因为母亲的原因 自己的风品并不好 就连那个愿意送陌生人手镯的孩子 都称呼自己为那个莉莉亚的女儿 而且她也很烦路易斯 真的有人愿意和自己做朋友吗 皇太子让卢亚娜放宽心 如果有人敢对你不敬就告诉我 我一定会找他们算长 二人很快来到了荣耀宫殿 卢亚娜一眼就被这座白色的华丽建筑蜥蜴 看着女孩惊喜的笑容 皇太子很是欣慰 告诉她要是有什么地方不喜欢就拆掉重建 卢亚娜可舍不得这么美丽的地方损毁一丝一毫 看见花园有一座喷泉 卢亚娜兴奋地跑了过去 手一碰到水池 还为完工的喷泉居然哗啦啦地涌出水来 卢亚娜感受着清凉的水 内心无比舒适 而皇太子和玛丽亚看到这一幕却目瞪口呆 女孩居然被精灵的水珠围绕 真忘我的嘻嘻玩耍 小女孩不知道 自己随意地一次细水 居然召唤出了水之精灵 皇太子和玛丽亚看着被水珠包围的女孩愣在原地 人类能够召唤精灵的情况很少见 就算是有皇室血脉的皇女 也只有被选中了才会拥有操纵精灵的力量 玛丽亚很奇怪 卢亚娜皇女明明是庞系血脉 也能召唤出精灵吗 皇太子解释 偶尔会有庞系生来带有比较纯正的仙祖血统 所以也是有可能的 不过现在看来并不是卢亚娜在使用力量 而是精灵在逗她开心 不过这件事情要先保命 不能让外人知道 谁知这时卢亚娜突然掉进了水池里 被捞出来是尴尬的笑嘻嘻 说是自己不小心 但皇太子知道 这都是精灵的恶作剧 怕卢亚娜着凉 皇太子带着她进入了荣耀宫殿 让玛丽亚去拿干净的衣服 卢亚娜感到有些遗憾 没想到这么快就要和哥哥分开住了 她还是非常不舍的 可当她看到装修奢华精致的卧室时 又有些动摇了 真的好喜欢这个房间了 但是一想到搬来这里 就不能经常和哥哥见面 卢亚娜再次纠结 皇太子让她放宽心 他们的宫殿离得很近 随时都可以回去住 而且荣耀宫殿还要修缮几个月 所以现在也不用太难过 卢亚娜被带走换衣服 皇太子和亚丹说起了精灵的事 早在几年前阿希尔无故晕倒后 皇后和皇太子就调查过原因 皇后甚至联系了精灵 当时精灵推测阿希尔 可能是受到了一种诅咒 皇太子担心 卢亚娜如果不是被选定的召唤者 那她今天会不会也是受到了诅咒呢 她拿出令牌 让亚丹派人去把所有的文献传闻都翻阅一遍 找一找有没有人出现过类似的症状 此时皇后也关心着阿希尔的身体 她一直都有个猜测 阿希尔身负诅咒与莉莉亚有关 毕竟她连自己的女儿都这么残忍 沾染那些危险的东西 对她来说也没什么来的 卢亚娜换了干净的衣服回来 皇太子看到她还穿着上次那件就裙子乱了一下 我们很缺钱吗 玛丽亚无奈皱眉 不是缺钱 而是缺时间和人手 都城里手艺很好的设计师档期都已经被约满了 而且他们一直忙着其他事 完全忘了给卢亚娜定制衣服的事情 这还不简单 就以皇室的名义 把帝国的设计师都叫来吧 皇太子为了给妹妹做新衣服 要召集帝国所有的服装设计师来皇宫 玛丽亚很惊讶 这还是皇太子第一次因为私事动用权力呢 她比皇太子还兴奋 一脸期待地看着盖上皇室印章的文件 转身握住卢亚娜的手 激动地告诉她很快就有穿不完的新衣服 随后立刻奔去发布公告 风风火火特别积极 皇太子牵过卢亚娜的手 问她喜不喜欢这里 卢亚娜欣喜地看着新宫殿 再三询问自己是不是真的可以住在这里 当然了 这里以后就属于你了 第二天卢亚娜正独自看书 玛丽亚提议找个教授来教她 毕竟专业的老师可以给她更加细致地知道 卢亚娜天赋这么好 跟着老师学习肯定会更加优秀 可卢亚娜有些抵触 不知道为什么一听到老师学习这些词的时候 她就会觉得不含而立 心情也会变得很差 是跟那个预知梦有关系吗 可她想不起来那段梦的内容了 只能推脱说再等等 等到以后再学习 玛丽亚向皇太子汇报的时候表示了自己的担忧 可皇太子一眼就看出 玛丽亚其实是担心卢亚娜如果不够完美 会因为血统问题被其他贵族轻视 卢亚娜是皇女 她不用屈尊降贵去迎合贵族们的标准 所以除非她主动想学习 否则不要逼迫她 玛丽亚也自觉是自己太过焦虑了 无意间轻视了卢亚娜殿下 皇太子问卢亚娜的新衣服进展如何 玛丽亚表示全国的服装设计师明天就会赶到皇宫 服装店老板一大早急急忙忙赶到店了 让设计师杰西把明天的订单全部取消 杰西一脸懵逼 迟到看到老板递过来的皇室通知书才反应过来 皇太子要给皇女殿下订做新衣服 八岁的小皇女终于要在大众视野下亮相 如果他们做的衣服能得到皇女殿下的亲爱 那就意味着以后源源不断的皇室订单 大家都飞快地忙碌起来 把以前做好的衣服全部改成童装的尺寸 杰西看着手里的通知单 如果皇女殿下能穿上她设计的衣服 那总有一天她的心愿就能实现了 皇太子很疑惑 明明是自己要给妹妹挑选新衣服 为什么母亲会率先出现在这里 你来选女孩的衣服吗 可你个男人懂什么呀 皇后无情地嘲讽直戳皇太子的内心 她转头问玛丽亚这是咋回事 玛丽亚懵逼不关我事 注意到皇后身边微笑着的儒母 难道是亚丹通风报信 亚丹大呼冤枉 只是她和阿歇尔说这件事实恰好被儒母看见了而已 而卢亚娜只是专心地吃着蛋糕 仿佛今天的事情都与她无关 皇太子好奇 明明上次和皇后见面时卢亚娜都很紧张 今天怎么就这么自在 甚至都不看自己一眼 随着皇太子的一声令下 各式各样种类繁多的华丽衣裙次亮相 卢亚娜大开眼界 都好漂亮啊 第一位设计师隆重介绍着自己的得意之作 一件做工相当精美的蓝色礼裙 见卢亚娜很胆兴趣 玛丽亚照进来几个小女孩 皇太子解释说是让孩子们换上礼服看一下上身效果 卢亚娜恍然大悟 原来是让他们替我试穿啊 皇后问卢亚娜喜欢吗 卢亚娜下意识脱口而出喜欢 可皇太子注意到卢亚娜根本没仔细看 小声抱怨着是母亲擅自盗来让卢亚娜感到紧张 卢亚娜连忙否认 自己不是紧张只是觉得新奇而已 虽然上次和皇后待在一起感觉很别扭 但是现在她却觉得异常轻松 真的没关系吗 我真的没关系 皇后狠心为抬手想摸摸卢亚娜的头发 却被皇太子抢先 皇后无语 刚想找她算账 就被一阵惊呼声打断 这真的是那位无情赶走二皇子的皇太子殿下吗 居然对嫔妃的女儿如此温柔疼惜 毕论声此起彼伏让卢亚娜很不自在 为了转移大家的注意力 卢亚娜随手一指 我喜欢那条裙子 皇女殿下好眼光 只见一位粉色头发的设计师贝莉挤到卢亚娜面前 拿起一条金光闪闪的礼裙热情介绍 这条裙子虽然看起来普通 但布料上香满的碎钻在阳光下会发出闪耀的光芒 卢亚娜被这件裙子惊艳到 皇后和皇太子也很满意 在贝莉的殷妾推荐下 这套礼裙被皇后果断拿下 眼看本属于自己的订单被别人截足先登 之前那位设计师气到咬牙 而同样气急败坏的还有嫔妃莉莉亚 她没想到原本今天要来为她服务的设计师 居然全跑到了皇太子那里了 这个美艳的女人正在发颠 只因被设计师无视了三秒 她就气到差家 虽说侍女已经习惯自己主子 殷勤不定的变态性格 但还是吓到瑟瑟发抖 莉莉亚撇到侍女被刺骗划伤的手臂 故作关心地安慰着她 实际放狠话威胁道 想要活命就得乖乖听她的话 侍女好怕 但在恶毒嫔妃的不断影响下 侍女也逐渐成为了罪恶的帮凶 这边皇后和皇太子还在帮卢亚娜选衣服 皇后的要求相当严格 只要有一点不满意的细节都会被淘汰 只是苦了卢亚娜 刚开始还兴致勃勃 结果一坐就是大半天 现在感觉好累好无聊 卢亚娜看着与设计师热烈讨论的皇后 悄眯眯地溜出了房间 玛丽亚让她去花园里放松一下 自己等会给她送点心 卢亚娜感叹着皇后的充沛精力 逐渐走进了花园 可突然身后响起了细微的声音 卢亚娜以为是玛丽亚回来了 可叫了半天没有人回应 不对 情况不对 能在皇宫里接近她的人 难道是莉莉亚吗 这时身后传来一声惊呼 只见一位长发的骑士 把一个年轻女人按在地上 骑士不忘向卢亚娜行礼 介绍自己名叫赛斌 卢亚娜以前听过这个名字 这位可是众多侍女心意的对象 被称为浪荡骑士 卢亚娜注意到被摁在地上的女人 想让赛斌先放开她 可赛斌说此人鬼鬼祟祟非常危险 在卢亚娜的强烈要求下赛斌只好放手 女人解释自己并无恶意 只是看到了这些黄色的花 不由自主地想去摘一顿 因为这是她已经去世的母亲 生前最爱的花 可赛斌说她撒谎 因为这花只有皇宫才有 除非皇室遇刺 否则普通人根本不可能看到 女人拼命解释自己没有说谎 比起恐惧她更多的是 不被信任的枉拒 卢亚娜相信她的话 不顾赛斌的反对放她走 为了表示歉意 还亲自摘了一束花送给她 卢亚娜还叮嘱赛斌对此事保密 做完这一切 她只觉得好累啊